紅色安全帽的被害人被兩名討債男子騎車前後假攻 要他下車 他立刻鑽進小巷脫身 無奈甩不開對方 他乾脆棄車逃逸 只見逃債小弟依舊不放棄 就像前狠狠揍了被害人一頓 背後討債集團主賢來頭不小 他可是竹聯邦 校堂 堂主 出駐光 當年堪稱竹聯邦最年輕的堂主 過去不但被列為知品對象 還曾因為囚禁林苑遺造傷 遭到警方逮捕 兩年前假設出獄 更加擴大他的本業 幫你討債恐嚇取財樣樣來 甚至透過偽造信用卡進行跨國盜刷 有人入貨嗎 我通常說我不知道 因為我退去的時候就是不入貨 就是真的會有實體店面 那這個店面都是經過包裝的 例如如果是通訊行的話 他們裡面就會擺設一些手機 然後裡面會有電源 接受銀行的檢查 出現出錢先是透過人頭 向國稅局申請一頁登記證 以虛設的餐廳或是通訊行 向銀行申請刷卡機 再用國外衛造信用卡進行盜刷 短短兩年向銀行榨得超過一千萬 這些店面有數十間以上 那有些地方住址 我們警方前往搜證都發現 已經人去樓空 疑似透過毒品控制底下的小弟 要他們販毒 現在更轉行跨國盜刷 跑在集團多角化經營 終究躲不過警方的茶器 通通進了警局 記者台北一眾報導